印度咖啡再次预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随后向法官申请暂缓监禁刑罚以待上诉 法官接受申请并预令彼得缴付5万罚款 令获准以5万令吉保外 尽管彼得安东尼被宣判入狱 由他创办的社会民主和谐党将保持原状 该党将继续如常进行政治活动 彼得在上诉期间将继续领导该党及吕贤文那那区州议员的职责 持续关注疫情 沙巴冠病疫情在5月佳节期间起起落落 昨日新增达75宗确诊病例 这已是沙巴接24日之后 连续第三天新增病例出现增加的趋势 沙巴冠病事务发言人马希迪指出 州政府此前已预测在整个5月份 即开拆节及丰收节双节庆期间 州内冠病单日新力将持续走高 另一则新闻 来自根蒂尔技术学院的教师卡利法阿夫南 荣获2022年全球剑桥竞业教师奖 该比赛在今年共收到来自113个国家 共7000多项提名 这也是马来西亚的教师 首次荣获该奖项区域性及全球性奖项 卡利法是因为推动STEM项目所取得的成就而获奖 他通过该项目提供学生有关机器人 无人机编码和其他技术学科的培训 来看看警方新闻 一群学生于周二在山打根市区伊罗普拉街群哦 第二天 警方供逮捕22名14至18岁青少年归案 其中21人是在籍中学生 另一名嫌犯是辍学生 警方初步调查 这是一场由误会所引起的群殴事件 另一方面 一名神志不清的外籍男子 过去两天在仙本纳通往古纳公路 向往来的车辆丢石头 敲打引擎盖等 阻碍交通 有视频拍到 这名年约30岁左右的外籍男子 攀爬一辆罗里左侧的道后镜 双脚悬挂 不肯下来 此外 另有一段视频拍到 他站在路中间 敲打其中一辆汽车的引擎盖 警方在接到公众投报后 于下午赶到现场 发现该名男子躺在路上 额头有伤痕 警员逮捕该名男子 并带到医院治疗 警方将以沙巴轻微罪行法令 调查此案 嫌犯也被送往仙本拿医院精神科 接受观察 最后 我们来看看 贸修部长 亚历山大 在山大跟超市 视察货物供应的情况 他也宣布 丰收截桶制品价格 同时提醒商家 乌衬机台价牟利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